S126 Max是B-Link 0x点亮性能天赋属性后的再次爆发 出厂平衡模式54W的性能释放 也可以调整使用65W的性能模式 使用了VC均热板技术来高效散热 更新为标志性的磁吸电源设计 加上丰富的各类接口 实际上这才是完美版的S126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AMD-RUN7-7735HS CPU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B-Link 0x SER6 Max 一段时间前我们介绍过B-Link 0x SER5 Max Max不负众望 54W的性能释放 相比原版有了大幅进步 而上周装置了7840HS CPU的S127首发 我们看到了新的产品架构和散热系统 带来的全面提升 重新开发的S126 Max 它其实是一台完全按照新架构打造的全新迷你电脑 S126 Max装置了MD-RUN7-7735HS 8核16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Radeon 680M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4800MHz 双PCIe 4.0的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 我们首先使用S126 Max的迷你主机的Radeon 7-7735HS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2分36秒 共计756秒 S126 Max的转码速度超过了老版的S126 Pro 同是7735HS CPU Max对比Pro 756秒对比879秒 提升巨大 和去年我们测试的最强的i9-12900H的751秒相比 相差也在毫厘之间 CPU-Z多线程6122 单线程661.5 对比S126 Pro的5634 提升了大概9% Gagabanch 5多核9493 单核1604 这一项的进步就实在是不够看了 只涨了100多分 Cenibanch R23多核13643 单核1576 相比S126 Pro 进步巨大 13643比11666 有接近2000分的差距 差不多有47%的性能提升 它是Mac多线程25481 单线程3488 相比S126 Pro 提升接近7% 综合来看 S126 Max的7735HS 多线程成绩相对于S126 Pro的同样一块CPU 有接近平均10%的性能提升 我只能说非常非常好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167736 CPU得分654921 我们还给S126 Max版本的7735HS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728,026 XX20 404,357 CoreMark 392,204 在CoreMark成绩上 S126 Max版本相对于Pro版本提升了14%左右 巨大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版本的7735HS AES和XX20的成绩不再减半了 和Ren9-6900HX已经差不多了 不知道是AMD还是新的BIOS修复了这个bug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一条直线 CPU功耗直接就跑在了54W 整机功耗84W CPU频率4G合资 在单烤的20分钟内 MAX版本的7735HS很稳定 功耗一直保持54W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3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9度 接着我们玩游戏 D病线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锯齿 普通场景接近70帧 负载场景接近60帧 基本和我们测试的其他680M核显的游戏表现一致 我们一共跑了1小时07分钟 来看看整体的数据 平均64帧 英雄联盟 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80帧左右 元神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接近50帧 切换位中画质 跑满60帧 这就是Radeon 6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图形得分 2365 Firestreak图形得分 7192 稳定度 99.6% 长HDMI线缆 短HDMI线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赠送的螺丝刀 单槽小电源 49V6.32A 一共120W的功率 根据前面我们的测试结果 应该是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 主机 126x113x49 只有0.68升的体积 全金属的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耳麦口 USB3.2C口 USB3.2A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2.5G网络接口 双USB2.0接口 DP1.4接口 USB4接口 HDMI2.1接口 又一个USB4接口 又一个耳麦口 49V磁吸电源接口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林克特有的背部散热系统 可以给内存和NVMe散热 上面有一组P3E4.0的NVMe接口 可以接高速的NVMe SSD 如果想替换为2.5寸SATA接口 要联系厂家 双DDR5内存插槽 最大支持4800MHz 又一组2280的P3E4.0的NVMe插槽 NVMe下面有WiFi6无线网卡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144核值 10bit RGB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2.1的标准 DP和USB4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核值 10bit的2GB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核值 超频后 DP和USB4接口能够支持 4K160核值的10位2GB非压缩信号输出 打开Windows HDR开关后 DP和USB4接口能够支持4K160核值的 10位2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波莱电视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4K120核值的10位 YCBCR44非压缩信号 MD Radeon 6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 本地4K60帧VP9视频 YouTuber 4K60帧AV1视频 照样流畅播放 PCIe 3.0 NVMe硬盘测试 5100兆B 原厂NVMe已经达到了入门级别了 USB4接口连接外置硬盘 注意 此时另一USB4接口正连接到高刷显示器 3100兆B 满血的外置数据读取能力 而且没有兼容性问题 Wi-Fi测试 Intel X200 Wi-Fi 6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多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erf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Link SER6 MAX迷离主机 装置了热认器7735HS CPU 54瓦性能释放 Windows下待机功耗4.8-5.6瓦 CPUZ最高功耗75.88瓦 单核满载功耗36瓦 Gagbench 5最高功耗80.550瓦 Cellibbench R23最高功耗81.39瓦 Passmark最高功耗80.46瓦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83.46瓦 Gagbench 6最高功耗80.65瓦 4K视频渲染最高功耗84瓦 室温30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7.9度 SSD待机温度37度 非常不错 这台小主机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7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40分贝 应朋友们的要求 我们又测试了65瓦的性能释放 看看提升有多少 需要付出多大的功耗代价 65瓦性能释放时 Windows下的代价功耗是5.2到6.5瓦 视频转码12分26秒 共计744秒 4K视频渲染最高功耗102.2瓦 比54瓦释放的756秒更快了 也超过了i9-12900H的751秒 CPU-Z多线程6305.6 最高功耗92.37瓦 单核满载功耗37瓦 涨了不到200分 百分之二点几吧 GagBenji 5多核9710 最高功耗96.82瓦 涨的不多 只有两个点 CeliBenji 223 多核14229 最高功耗98.78瓦 这次涨幅接近了4% Pasmark多线程 26,076 最高功耗98.6瓦 又是二点几的涨幅 综合看起来 64瓦比54瓦的功耗释放 只有最高接近4%的涨幅 但峰值功耗却上升了十几瓦 是否有点得不偿失呢 娱乐大师总分 1175513 CPU得分659262 最高功耗100.4瓦 GagBenji 6 最高功耗96.89瓦 65瓦性能释放小主机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64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47分贝 Blink SR6 Max Mini主机 装置了热认器CPU7735HS 出厂性能释放54瓦 出厂54瓦的性能非常不错 而65瓦的性能释放 相比升高的功耗得不偿失 所以54瓦可以算是甜点的性能释放 SER6 Max接口布局和新一代的SER7一模一样 我们说它是重新设计的新一代的SER6 接口的丰富合理性 完全超越了原SER6 Pro 总结一下 Blink SR6 Max 54瓦的功耗释放 性能应该算很好 相比原版的SER6 Pro 7735HS 性能增幅平均超过了10% 如果继续增加性能释放到65瓦 反而能耗比不佳 4个显示接口 双PCIe 4.0 NVMe 接口兼容性极高 SER5 Max SER7 SER6 Max 这家伙2100元左右 刚好卡在了前两者的中间位置 那么需要玩游戏 又没有那么追星的朋友 可以考虑这台非常棒的迷离电脑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